近期,一部科幻电影《流浪地球》刷爆了朋友圈,影片中的许多细节也让观众津津乐道,其中食品蚯蚓干便引起了不少讨论。 其实,蚯蚓干在现实生活中早有生产,近日,记者来到位于北京周边的一家蚯蚓养殖场,寻找现实中的蚯蚓干。 走进蚯蚓养殖场,一股粪便的味道扑面而来,工作人员介绍,由于捕捉野生蚯蚓会破坏生态环境,如今的蚯蚓干都是用养殖蚯蚓制作,而饲养蚯蚓用的饲料就是动物粪便。 蚯蚓被养在一个个大棚里,保障它们生存所需要的温度。 养殖蚯蚓,它需要一定的温度和湿度,主要就是为什么我们打这个棚,晴天的话,它里面这个光一进去,它里面温度白天就可以达到20多度,我们就几天一浇水嘛。 养肥了蚯蚓,就可以制作蚯蚓干了。 据介绍,蚯蚓干制作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自然风干,夏季时节在普通的水泥地上便可进行。 我们首先把蚯蚓打净了以后,把里面的泥土都把它打干净以后,就是在这个有温度的地面上去晾晒风干。 蚯蚓到这个上面以后,地面本身地面是有温度的,它在温度吸收蚯蚓里的水分,蚯蚓就慢慢制盐一点点就自己风干了。 台家全说,它生产的蚯蚓干主要用于饲料与制药,价格在8万元一吨左右,通常需要提取出蚯蚓干中的隐积酶和蛋白质后,再制成药物服用。 不过他坦言,流浪地球中以蚯蚓干为食的情节也并非只是想象。 现在在台湾,在美国都夹在汉堡里去吃了,不是在中国现在还没有普及,在中国南方也有是挖那个野蚯蚓这么食用的。 蚯蚓干在世界各地均有生产,但台家全告诉记者,中国尚未有统一的行业标准。 除了用于制药的蚯蚓干外,中药中的地龙指的也是蚯蚓,在网络上,地龙干的价格从十几元到上百元一斤不等,它不仅可以用来入药,还有食客把它用来煲汤。 地龙具有清热、定睛、通落、频传、利尿。 在奔草纲目中,它还有通筋活络、活血化瘀、治疗心脑血管疾病有一定的作用。 流浪地球热映以来,一些影迷开始通过网络咨询购买蚯蚓干。 然而李明表示,蚯蚓干在实际生产中,质量标准难以统一,商品质量良有不齐,盲目跟风购买,可能买到质量非常低劣的产品。 在昆明中,质量瘦远及写上百元一斤。